主要是希望能够在拿回董联会的领导权 也会到董总部落 这方面主要的内容就提到董总的领导 这些都是证明他是自在董总 除了董联会 因为你要懂得有个身份才能够到董总去 这个都是通过民主的一个程序来达到的 所以整个过程使到整个我们的组织 基本上纷争又平细 而且也稳定的发展 大家这几年也看到 除了我们后来的MCO弄到我们的朋友的碰碗 那么这个新田再次发表这种是是合非的言论 其实也再一次的可能在令我们这个华教运动这方面 出现在出现一个纷枕的这个剂面 当然最后就是只有通过海写来 终于才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想这方面 我们也知道董教这种是 董教之间的关系是 存此相依 所以我相信这方面 我们做了一节过后呢 我们就很快 尽量的把这个关系修好 其实无所谓 无所谓 只要大家进行公平的选举 大家不要去伤害 把那种竞选的情绪降到最低 那么事后 不管谁胜 我们要服从最终民主的抉择 到少数服从高数 高数尊重少数 在这样的民主原则底下 那么我想要纷争化解 大家归队 同性协力 维护我们的华教 大家少一点派心之争 大家只要看到我们华教 大家同性协力 我想这个是我们 维护华教工作 每个应该要有的一些 这种收获